过去十年 香港社会是很多困难的问题的 尤其是全球化 这样很多这些中下低层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收入基本上没有什么地方去改善 我们的房价是升得太高了 基本上一般人都没办法能够负担 住一个比较合理 可以住得比较舒服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这些怨气就很遗憾的是 用这个政治的方式去发泄出来 近日 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香港社会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困难 不只是政治问题 也涉及经济层面 包括楼价高企以及基层收入未得到改善的问题 对此 社会上积累了不少负面情绪 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以政治方式发泄出来 香港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 要有很多外界 外边的这个势力在香港 来推动这些人去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中央主导了这个国安法 跟现在这个完善这个选举法 这个太重要 因为你怎么样才能把香港推回正轨呢 让香港的社会跟这个经济可以重新发展 这个我觉得太重要了 也来得非常及时 所以我是衷心地去支持跟拥护这个安排 罗康瑞表示 香港存在许多深层次矛盾 需尽快解决 其中楼价高企的问题 更因为涉及政治考虑而迟迟无法处理 我觉得现在香港自己 有些深层次的这些矛盾 我们应该尽快去把它解决 刚才说了这个高楼价的这个问题 政府是不是需要尽快去安排 有更多的这些年租物 或者是巨蟹物 出来给这些年轻的一代 又是你住的不舒服 住的不好 那你怎么去安心去在香港生活工作呢 现在的房价是完全不合理的 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处理的 香港其实有70%多的土地还没有开发的 但是过去就是这个城市的规划的安排 是因为过去很多政治的考虑 是不能碰的 现在要把它调整过来 罗康睿形容中央的两大举措令香港重返正轨 他表示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与完善选举制度下 商界已经可以安心的在香港发展业务 特区政府也可以集中精力解决社会的一些生层次问题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国安法跟这个完善选举 这个对我们太重要了 现在我们可以安心想怎么去推动我们业务的发展 怎么去推动经济的发展 要怎么样去帮这些低收入的人 能够有更好的这个生活条件 因为你要是整个社会是很不平衡的时候 是没办法安稳的 所以这些我觉得现在香港应该是重新出发了 希望现在这个选举法选出来的人不是来搞乱 不是来要反对政府 推翻政府的 是要做事的 那香港我们就有机会重新来发展了 将我们的优势好好去发挥 香港未来的发展一定是要背靠我们内地的 一定是大家联手才能够 互互利 大家互相支持 配合